你们相信吗 西区蟹竟然也喜欢滑意的蟹壳 像这种简陋的外壳他们其实是看不上的 但是我决定把西区蟹的小窝装饰一下 只要不滑意他们肯定会一马换壳 这一只灵光白色的蟹壳本身就很美了 我们只需要稍微装饰一下 给它先上一层底油 生气下油没干的时候来点哔哩哔哩 小星星也安排上 就这么简单的操作 这蟹壳颜值瞬间提升于大洁 蟹壳顶上加一颗珍珠 接下来我们等它风干 这只蟹壳颜色好深啊 那我们就用更深的颜色来封印它 不知道你们还记得这一只支架油吗 其实它是变色支架油哦 它可以由蓝色变成紫色 这只蟹肯定也没有想到 它辛辛苦苦找到的家 竟然可以变色 来自狐狸蝶做装饰 白色支架油点缀一下 之后再来一层酿油 让它的光泽感更好一些 这只蟹壳看起来太朴素了 我们干脆让它变化快一些 直接给它贴一层钻 这可是一个细致活哦 得一颗一颗的贴 那我用的当时是炫彩色 这效果应该是相当的好啊 你们说我的继续蟹会不会喜欢这种风格 哇 这只蟹壳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之前的样子了 这就是一颗宝石啊 我怀疑这都能散下继续蟹的蟹眼了 接下来来投票 你们觉得继续蟹会选择哪个蟹壳 特意通通散热一天时间 现在已经完全没味道了 想谢谢你们的新家来咯 我看看喜不喜欢 想住哪个随便挑 而且您首付您贷款哦 一分钱都不用你们花 你们慢慢挑吧 老白的胆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大 首先伸出脑袋看了看外面 貌似没有什么危险 拒绝的有点不对劲 前三突然出现三个以前没有见过的蟹壳 先慢慢的小心翼翼的爬到蓝色蟹壳身边 一步细细的研究一番 哎 怎么走了 还走得这么绝绝 看来你对新蟹壳不感兴趣啊 蟹也抽了过来 但仅仅是瞟了一眼 毫不留恋的爬向了另外一边 看来他们都不喜欢新蟹壳呀 那么 您知道为什么吗